如果要,是什麼時候才做,是動作的時候才做,還是現在就要做,然後才賺到都委會? 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先跟居民解釋一下這個環瓶的主要目的 剛才我們那個都發情的長官也有請到 開發單位為了要向我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申請許一個開發行為前的一個,可能是對環境影響的一個審查的機制 所以他們在整個開發單位裡面,他們本來就是可以個案去擠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這次要蓋大樓,還是要蓋社務機構,本來就是要看開發單位的目標是什麼,所以才擠出來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說我要故意把它框在一起,變成整體要把它拉進來做一個環境 那當時就是因為我們社會局是因為把它當成是一個整體的開發案 所以那時候才把它框進來,就是說這個東西因為你有一項,就是你的商業區那一部分 已經有達到環境的階段,但是你是整體是做開發的 所以那時候才把它說,那你就應該要把它整體做開發會比較 因為你是整體去做一個利益的考量,所以那時候才會就是說用整體的開發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已經是一個不同的開發行為 因為它可能社服機構以後會跟社會局去申請許可 那商業區可能以後會跟眷管去申請許可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們就用個案去把它認定 那環評提出來的時機就是說等這邊的都市計畫完了以後 可能就在西部計畫的時候,它可以是同步啦 也可以大部分都是希望就是說,在西部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是西部計畫通過以後再提出環境的這個階段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希望就是說按照這個程序,如果說今天以後那個 我們那個財政局,那個地上局,那個山山社那邊 應該是會超過,如果只有超過20層油的,70公尺的話 那我們依照規定,我們會請他會提出環境的一個審查 那以上報導,謝謝 法規怎麼規定就照法規 所以一定是要這樣子啦,就是依法行政 那我們也不必特別就是造成這個誤解 如果造成誤解的,我是建議 那個幾次都到這裡來表示意見啦 你們應該私下就是要去講個清楚給他們聽啦 我覺得的話就是永遠這個會 雖然是我想盡力而為啦,我知道你們都非常的忙 但是,是不是盡量這樣子做好不好 這個是行政權方面,我們都委會也沒有權利這個絕對要求你們啦 但是提大會的時候,那個副市長他可能可以順帶這個要求 下面我是不是請那個社會局 因為這個最主要也是因為我們是社服用力嘛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啦 混在一起啦,老人家這個 這個跟年輕人混住在一起啊 會不會這個有嫌悟啦 或者是說,這樣子這個會變成這個 這個總是有很多後遺症 或者是說老人防災啊,什麼等等這些 是不是不會 好不好 來,社會局